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记者宁海中洛亚报道 袁洪斌 台大选结果冲击中南海 习遭重挫 世界瞩目的2024年台湾大选结果 1月13日晚间出炉 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 及副总统候选人萧美琴获胜 吕奥自由主义学者袁洪斌认为 台湾大选结果冲击中南海 中共党魁习近平遭重挫 三个因素决定 其可能进一步为发动台湾战争做准备 但历史经验证明 这是自寻死路 赖清德胜选重挫习近平 中共恐狗急跳墙 袁洪斌长期关注台海时局 驻有台湾大劫难 台湾大国策 被囚禁的台湾等 他1月14日对大纪元表示 赖清德和肖美琴的胜出 是自由民主国际力量的一次重大胜利 同时是习近平一次重大挫败 冲击中共暴政 台湾人民选择了赖清德和肖美琴 就是选择了让台湾走向世界 拒绝了习近平的所谓一国两制方案 也拒绝了中共通过各种统战手段 不断推荐的候选人 赖清德当晚发表圣选感言表示 维持台海和平稳定 是他担任总统的重要使命 他将依照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 不卑不亢 维持现状 在对等尊严的前提下 用交流取代围堵 对话取代对抗 自信地与中国展开交流合作 增进两岸人民福祉 达到和平共融目标 赖清德也表示 面对中共文攻武贺 有守护台湾的决心 他会以中华民国宪政体制 推动两岸事务 中共国台办发言人陈兵华 13日晚针对台湾总统 立委选举结果声称 民进党并不能代表 岛内主流民意 这次选举改变不了 两岸关系的基本格局 和发展方向 更阻挡不了 祖国中将统一 也必然统一的大事 袁洪斌说 台湾大选结果冲击中南海 中共的下一个动作 会明显进一步强化 对台湾的主权迫害 并且为发动台海战争 进行各种各样的准备 从此之后 改变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 将是习近平的一个 主要战略方向 决定中共推高台海危机的 三大因素 袁洪斌分析认为 中共对台统一的固有计划 中共内部不稳 以及在台湾大选上预挫 是未来台海危机加剧的 三大因素 中共已把征服自由台湾 作为基本国策 写进了宪法 也写进了中共党纲理 中共要通过征服自由台湾 外出共产极权主义 全球扩张的关键一步 这是他们的既定国策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由于台湾的大选 明确拒绝接受 中共推荐的那些总统候选人 选择了坚定的 要守护台湾主权的 赖清德和肖美琴 就使得中共想要兵不血刃的 不战而去人之兵 就征服自由台湾 成为不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 中共肯定会选择别的方法 别的方式来破坏台海的现状 第三点 习近平现在内外交困 经济急速下滑的趋势不可扭转 国家财政逼近破产 失业大潮一浪高过一浪 政治上 习近平发现 他所提拔起来的这支习家军 实际上都是两面人 在私下里表现出绝对的不忠诚 特别是中共的红二代中 以刘源为代表的关键性的力量 已经形成了反对习近平一系列内外政策的共识 袁洪斌此前曾公开爆料指 因为习的倒行逆施 引发党内不满 以刘源为核心的红二代联署 要求习近平下台 袁洪斌说 在这样的情况下 习近平只有一条路来拯救他自己 就是发动台海战争 征服自由台湾 来为他积累权威的能量 他以为是生路 事实上 这是习近平自寻死路 但是从历史上看极权专制者 往往都是愚蠢的 往往都是自寻死路的 当年的希特勒就是如此 当年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也是如此 现在的习近平 也逃不出历史的魔咒 中共会继续在台内部搞分化 打统一牌 是政治骗局 民进党第三次执政 台湾国会选举结果是 三党都不过半 民进党国会席次继续退检 国民党席次大增 民众党连两届坐稳国会第三大党 扮演关键少数的角色 未来赖清德执政 被指面临嘲笑也大的局面 赖清德将如何突破其他两党 可能对其施政的制约 有待观察 袁洪斌说 由于中共进行了大量的认知战 以及蔡英文政府在内政方面的确表现出了一定的权力傲慢 伤害了台湾年轻人的感情 伤了台湾社会的心 在国会的选举中 民进党的立委席次降低了很多 在立委席次上还不如国民党多 就会造成赖清德执政的极大困难 共产党肯定会利用相信习近平的台湾政客 通过他们在立法院的活动 试图瓦解台湾社会 反抗中共暴政的意志 搞乱台湾社会 削弱台湾社会整体的共识 制造混乱 然后为中共发动台海战争 创造条件 中共对台文攻武和台湾 向来主打的一张牌 就是所谓祖国统一 2023年年 底前 习近平更是亲自出马 介入台湾大选 两次提统一 袁洪斌认为 统一必须是自由人民的自愿结合 才符合现代法治的主义 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 而中共统治下的大陆 是极权专制的社会 所以两岸之间 根本就不存在统一的政治基础 自由民主和极权专制 根本不能相容 中共的统一 本身就是一个政治骗局 民进党执政 明确地表明 要坚定地维护台湾的国家主权 独立于中共暴政的这个事实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 这是一个事实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